今天的平林之美我来报 邀请到的是平林区的长辈 郑里珠来播报新闻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大家好 我是郑里珠 平林区公所在保平公前广场举办 平林区女巡 就是爱查区宣传活动 新北市长侯友宜也到现场为活动造势 除了与平林长辈一同跳舞 还体验了风茶仪式 有着好山好水与好茶的平林 推出平林轻旅行茶香一日游行程 参加人数突破600人次 平林区公所特别在保平公前广场 举办就是爱查区宣传活动 现场涌进相当多游客 人潮满满满 主办单位也安排 许多平林当地社团到场演出 其中最受瞩目的就是由平均年龄80岁长者 所组成的飞踪舞团 阿公阿嬷穿着芭蕾舞服装 跳着轻快的流行歌曲 可爱的模样赢得台下民众热烈掌声 就连新北市长侯友宜都舞魂上升 冲上台与长辈们一同标舞技 侯友宜市长表示 平林的包装茶与茶食是全台最棒的 这次的一日游结合商家推出八条旅游路线 更提供许多优惠 让民众可以畅游平林 平林的好茶以及平林从茶叶衍生的美食 都是我们全台湾最棒的 所以我们这一次从8月31号到9月10号 有50家的商店一起提供优惠 来推平林的茶去一日游 让爱好平林的好朋友们 能够到平林来走一走 当然最重要的我们规划八条路线 不管是我们南山市看入吃金瓜辽西来走步道 或是我们来久泽西阿区走走 都是很棒的一个流行路线 随后侯友仪市长与在地业者 共同签署茶香特约卡 并体验风茶仪式 将30年老茶风存保留下来 接受平林与新北的生态环境 可以永续经营 台湾环境越来越好 今天这个风茶里面 我们特别找了30年的老茶 然后我在上面给他提了一个 全台最美的生态在平林 永续环境在新北 希望我们从生态环境的保护 平林开始 新北不断地努力走下去 那才会让我们台湾的环境越来越好 而这次活动 现场还提供给游客限量300张的摩采券 最后也由侯友仪市长抽出 压轴大奖50寸液金电视 将活动带上结构槽 平林虚空所期盼 就这次的轻旅行活动 可以向全国民众宣传 平林茶香的优质观光景点 让大家看见平林丰富的样貌 记者声评赞本期 平林采访报道